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田娘 今天呢要來開箱 終於用我自己的麥克風了 噢 耶記 這隻麥克風我想要拍很久了 現在馬上就來打開看看 之前接了麥克風已經換人家了 所以現在聽到的聲音是手機直接收音的 會有點糟糕 就拯救一下 等一下就有麥克風 新的麥克風的聲音了 這個箱子比我想像的還要大 這個箱子的形狀還真特別 生姜祕寶的感覺 外箱打開了 這盒子也不小誒 而且還不中的 看一下 白色的 奇怪 它的圖片 打開看看吧 好重喔 怎麼會如此的重呢 尺寸其實比我想像的 還要肥上不少 這樣怎麼開咧 這邊 這邊有膠帶 先畫開吧 它的線 它是USB麥克風 主要是USB線 我們之前為了那個 麥克風買了線 這種 就沒有用了 暫時沒有用了 USB麥克風就是它裡面 已經內含了 麥克風的 需要的錄音介面 所以它可以直接接USB 如果是像我剛剛 拿來那個頭那樣子的畫面的話 它就需要 再拿一個錄音介面接它 才能接到電腦上 說明說都是英文就不看了 哇好燙喔 好燙喔 哇 欸真的比我想像的還要大欸 出來 出來 然後 裡面還有送一個乾燥劑 麥克風怕潮濕 不過我這邊其實沒有這麼好的環境 我只能用一個 一個保鮮盒 然後裡面丟防潮的 來保護他們 其實不是很OK 這個是耳機監聽的孔 就是如果我接耳機上去 就快來聽自己 講的聲音吧 還沒試過等一下試 然後這個是USB 我覺得有一個 在上面 說不定它是底座重 畢竟這個底座還蠻 應該要蠻穩的 可以調指向的方式 我應該都是用這個吧 心形指向 對著我自己 然後是在調麥克風的 增量等級 另一邊有 靜音按鈕跟 這應該是聽了 聽了音量 它有不錄的標誌 把它轉起來了 哇另外一邊轉不動 然後 多近 一邊開就可以了 真的沒有想到它這麼 這麼大一個 剪刀 比例尺 那我們就先接上去看看 看看 哇插到它了 Sorry 我居然沒有 插了一個卡 卡進去的感覺 少了一個卡進去的感覺 接上USB 喂喂喂 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啊剛剛按到靜音鈕啦 所以才沒有聲音的 這個GIN可以調小一點 調小一點 調小一點 讓我正常講話的音量 不會爆掉為止 像這樣子 應該可以了吧 差不多-6左右 我是這樣抓的 偶爾可以上去一下 不要超過0 好看一下多少 差不多中間的位置 看看如果我不講話的話 收到多少音 嗯 稍微比之前那一隻敏感一點 聽說啊 如果想要降低它的噪音的話 可以 可以 把這個等級 調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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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的GIN調好一點 喂喂喂 喂喂 喂喂喂 喂喂喂 好像最後的結果還是差不了多少呢 看來這個噪音的來源 應該是 房間本身就不夠安靜吧 這一招只能用在 如果是噪音來自主機板的時候 才有效啊 不過如果我講話的時候 再離它近一點的話 就可以再低一點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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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對啊 這樣就可以再低一點 好 -39 -40左右 這樣就跟之前的接近了 它有不同的收音模式 我現在用的是 所有方向的模式 來放一個我自己的影片看看 會收到多少 這是圈圈指向的時候 換成心情指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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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覺得這個差距沒有很明顯啊 差距好小喔 好我想要把 我現在想要把它換到 買麥克風架上看看 那我們現在又換回手機了 把它拆下來 裝到麥克風架上 螺絲卸掉 可是另外一邊不能轉啊 這樣我要怎麼拿下來 啊動了動了動了 太緊了啦 好 嗚 它重的果然是底座啊 本體 本體還好 本體還好 底座這個大部分的重量 好 我現在這麼早就把它拿下來了 這個我還沒有把 防震架拿出來 先幫它找一個安全的架 登登 接下來呢 就是要 看它怎麼樣可以 架到架子上去了 這是它專用的防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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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幹嘛拿這個開啊 長這樣 哇好大一個 東西都比我想像的還要大 怎麼這麼好笑 這個螺絲應該是用來鎖的 在麥克風架 紙盒做得剛剛好 還用準的還出的來 今天電片是跟我有仇是不是 我們來吧 這個裝上去吧 嘴巴 應該是這樣朝上吧 好 好 專輯了 螺絲來個平台 這個角度的部分得 等下再說 好可怕啊 每次拿這種都還很緊張 聲音 好 聲音再切換到 烏魯麥克風這邊來 喔它每次插上去 自動會是 靜音狀態 這樣打開 喂喂喂 哈囉 感覺拆裝上面 更不方便了 如果我調這個 是不是每次都在重新 重新調啊 那我想要來聽聽看 耳機插上去的聲音 熊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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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 好神秘喔 這樣感覺超神秘的耶 直接聽到我的聲音 非常特別的一個感覺 欸這樣好怪喔 超怪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他們錄音的時候 都是這樣聽自己的聲音 唱歌什麼的 哈嘍 那我們波羅葉提爾開箱就到這邊 之後聲音就會用它錄了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它的聲音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幫忙按讚 分享留言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